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讲这个python与硬件系统的交互 今天这个课程将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课程 包括下一节课也是非常好玩的课程 希望大家能实际的购买硬件 进行实际的操作一下 如果不想买硬件的也不要紧 这个课程也是因为针对着对象可能不一样 每个学员的这个情况不一样 我是想尽量多的给大家多介绍一些 这个物联网相关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从PPT说起 好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这个 我们第二个实际程序 这个白兔语言识别相关的 这个语音界系统的这个交互 这个部分 说起这个语音界系统的这个交互呢 这个是挺有意思的 我们大家可以学了这门课程之后呢 进行一些对家里面的一些设备进行一些改造 让自己的家里更智能化一些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学习目标啊 了解一下适合运行 的一个串口的这个扩展包 就是一个这个很成熟的商品 在销售 实际上呢 这些设备都应该归结为 包括这个个人的PDA等等 都应该归结为这个嵌入式的系统 Python呢 甚至甚至可以运行在 裸奔的处理器上 这个有一个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一个英国的这个开发者 开发的一个 Python的版本叫MicroPython 它可以运行在那个 STM32 F4系列上 当然了这个也是一个 很迷你的这么一个实现 它不可能把Python的所有的扩展包 都运行在这个 STM32处理器上 因为那个RAM是 虽然说比一般单片机大得多 但是这个相比这个操作系统来讲 这个RAM还是太小了 所以呢 它只是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实现 还有一些开源应用的系统 比如说这个树莓派 Arduino云上边 普通的这个Arduino 是运行不了Python的 那么这个Arduino云 它里面有一个 我记得是Arm9系列的 差不多主频是400多兆吧 那么这个是可以跑这个Linux 嵌入式这个Linux操作系统的 那么有了这个操作系统之后 基本上都可以运行Python了 然后PC呢 可以通过Python与嵌入式系统通讯的 我们这个笔记本啊 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小的设备呢 它是比较便型的设备 它是没有一些并口啊什么之类的 但是呢 可以通过USB转这个转那个等等 还包括这个以太网 网络通讯 那么这些呢 都是可以通过Python来实现的 好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畅形通讯 实际上呢 这个RS232 RS422 RS485 等等这一系列 都可以归结为串通讯 包括这个SPI啊 等等这些 但是呢 这个RS232和RS485 是我们这个工业领域用的比较多的 因为针对这个RS232和这个RS485 有一个比较用的比较多的协议 叫Modobus 在这个上面呢 进行一些通讯和校验等等 包括这个 一组多重的这个寻指啊 等等这些 那么笔记本上是没有上述接口的 因为这个RS232 它这个占地方比较大 针也比较多 但是呢 可以有这个USB转 R22 USB转485 等等这些 所以我们还是非常幸福的 这个串通讯呢 它是双工 一部通讯 也就是说 收发方可以同时收和发 同时进行 这个互无干扰的 通讯双方呢 这个唯一的要求就是 波测率必须一致 那么Linus串口控制台的这个 波测率默认是115200 我们有一些 单片机的话 它可能这个波测率 对它来说比较快 它一般就用9600 等等这些吧 更快的还有38400 那么它这个 由波测率可以看出 它这个 比这个以太网的通讯 是慢得多 所以它一般都用在低速设备里面 那么嵌入式系统中使用的呢 也是比较多的 这个串行通讯的这个协议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因为之前我也是用这个 硬件描述语言写过这个 串行通讯的这个硬核 其实也就那么回事了 所以大家不必深入的了解 这么深入 拿来可以编程就可以了 实际上它的这个原理什么的 掌握了其实也没什么意义 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开源硬件 这个用的比较多的 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单片机类的 就是这个Arduino 这个是原产于意大利的 这么一块开源的硬件 这个软件说开源 就是把所有的代码放到网上 硬件说开源呢 就是把所有的原理图 还有无聊清单 通通都公布给大家 任何一个人拿到这些之后 都可以复制一块这样的开发板 所以叫开源硬件 我理解是这样 我具体这个定义 我也没有向网上去确认 然后呢 它这个 Arduino它是物联网上用的特别多 你搞一个USB加到电脑上 然后呢 这个Arduino上边 就这边这些扩展口 可以挂一堆传感器 包括什么电机等等 然后这边通过USB到电脑上 到电脑之后呢 电脑是可以联网的 那么这样呢 就变成了物联网 就是东西连着网络了 但是呢 Arduino本身 它也是可以接这个WiFi模块的 所以它本身也可以联网 那么从传感器到这个处理器到网络 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物联网的这么一个 相当于是个物理通讯链路 然后呢 它这个价格也是非常便宜的 我记得我买的是28块钱 当时一机动买了五六块 然后跟我同事分了一下 每人拿着一块玩 非常便宜也非常好用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这个处理器 它卖了这个处理器 16兆的 精正在这儿 哎呀 贴反了 这个图 就16.000 16兆的 所以呢 它是比较慢的 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开源硬件非常著名的就是这树莓派 当然了这个深圳那边出了很多山寨版本 比如说这个香蕉派算是一个山寨版本 但是呢 香蕉派山寨的很成功 它基本性能上已经超越了树莓派 所以也不能叫山寨了 外国朋友管这个香蕉派叫Banana派嘛 叫这个拆逆子树莓派 所以呢 算是做的比较成功的 也不能叫山寨了 树莓派它是一款这个单板计算机 说到这个计算机就不是单片机了 计算机它是有这个存储系统 有这个内存 然后有这个外围接口USB 还有这个网络设备的 所以叫单板计算机 那么它运行的操作系统的是Linux 还有这个Windows 10 树莓派二代支持Windows 10 树莓派二代之前是没法跑Windows系统的 那么树莓派呢 它是为什么要说这个开源硬件呢 它是以Python作为主要的支持语言的 这个树莓派诞生之初 就是为了推广Python的这个编程教学 所以呢 这用我们课程的宗旨是不矛盾的 所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有丰富的外设 GPIO就是这个单片机所谓的这个IO口吧 然后呢 穿口 还有SPI USB HDMI 它可以看这个1080P的这个高清电影 只要你接一个显示器 我试过这个效果还不错 也有这个音频输出 所以完全就是一台小电脑 而且它非常小 有这个100兆的以太网接口 也可以通过USB接这个WiFi模块 那么无线上网都可以 最新一代的树莓派二代 处理器是 博充的 900兆 然后4核 内存是1G RAM是1G 那么硬盘呢 你可以 挂一个64G的这个SD卡 也可以通过USB 转到这个移动硬盘 所以它的 存储支持是非常好的 那么 这个树莓派呢 就长成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间是这个处理器 然后 外边是这个 网卡模块 然后整个就跟身份证差不多大 非常小 这是4个USB 这是一台网 然后这是这个高清视频输出 这是供电USB 这边可以接 LCD显示屏 这边是这个摄像头接口 这边是音频输出 好 那么这个就跟大家说到这 所以我们学了Python呢 学了半天基础语法 这时候还是感觉自己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所以呢 其实呢 你学完基础语法之后呢 就需要一个小项目来练练手 所以呢 学习语言这个本身没有什么难的 你只要去使用它就可以了 然后呢 PySeries扩展包 这个是Python的这个创作通讯扩展包 需要自己安装 这个Anacad中的没有包含这个包 所以就很遗憾 它的使用呢 非常简单 初初挂设备 然后设置波图律 然后就发送接收 非常简单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如何操作 同学们往后退 我要开始使用这个开源硬件了 趁我还有鼠标的时候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PySeries是怎么 怎么安装的 实际上呢 是非常简单的 你可以下载这个源码 然后到里边 Python Setup Install 安装 也可以下载这个 View文件 然后在相关的文件夹下边 打开这个命令 然后直接 PySeries2.7- OK这样一回车就可以安装了 我这边已经装过了 我就不再覆盖它了 那么大家装这个过程中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然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要使用的这个开源硬件 这节课呢 我们就用一个相对比较简单 用一个这个Aduino 然后呢用之前呢 因为我在这边操作 大家看不到 所以我得想个办法 让大家能看到我在干什么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就要用一个 外置的摄像头 来把我做的事情都看到 因为我用笔记本 内置的摄像头是没有意义的 大家看我的脸 什么也看不到实验结果 所以我现在不得不告别我的鼠标 因为我的USB口不够用了 然后我把我这个 摄像头接上去 不需要用什么乱七八糟的软件 我们Python自己 就可以采集摄像头的数据 然后呢 好在我还有出摸版 好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电脑 左侧USB连接的这个Aduino模块 那么我给大家移一下摄像头看一下 抬起来告诉你们我没有作弊 这个是我的Aduino 这边是我的笔记本 然后这边是这个电脑屏幕 一个好玩的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了没 这是我的电脑屏幕 好 这就玩到这里算了 那么看这个Aduino 这个程序呢 我已经写好了 并且稍写进去了 它就是一个串口通讯的程序 那么接到这个灯的开关命令之后呢 发送on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灯点亮 发送off的时候把这个灯关掉 那么这个很简单 网上也可以找到相关的历程 自己写也可以 这个非常简单 我就不说了 然后我们就是用这个 Python去操作这个串口 去控制这个灯的这个亮暗 那么我们装完这个PySheria之后 就直接把它导入 OK 我敲错了 Sorry 这个不是不加Py的 导入的时候 直接导入Sheria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去用一个临时变量 存放这个对Serial的这个引用 OK 是这个 然后呢 我们这里要成立给它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这个串口号 串口号怎么看呢 来来来 在你的计算机里边管理 这是Win7系统 Win8与此类似 XP也差不多 就设备管理器 然后你看这个端口 Arduino Uno 这是com7 就是串口7 所以我们这边一模一样的 老老实实的大写 串口7 然后呢 第二个参数是它的波特率 9600 这个是由于我们在这个 Arduino这个程序里面写的这个 Serial Begin 9600 所以这个是9600的这么一个波特率 然后呢 就可以使用这个com了 好 我们往这边点 这个com我们在进行操作呢 就是写 好 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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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 传递on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灯打开 这里面有一个灯是绿色的 这个 我把它按住 那么防止它干扰大家的视野 这个灯是这个power 就是这个电源指示灯 那么我们要亮的这个灯呢 在这里 叫l OK 那这个灯的颜色呢 也不是很闪亮 所以我把这个绿的按住 好 我用com write on的时候 大家看这个效果 我点回车之后 这个消息就发过去 OK 这个黄灯虽然亮的很微弱 但是这个摄像头里面看到 还是很给力 所以这个灯呢 就减亮了 减亮的灯的这个原因是 因为我在这个 Arduino这个程序里面 在这个loop里面 写了说 如果这个窗口有数据 我就把它读出来 每次只能读一个字节 因为这个窗口是八位的 所以是char 然后把这个char 加到这个string上面 都读完之后呢 如果这个com data 这个lance大于0 也就是说 这个传来了有效的 这个创口数据 那么我们就看 把这个数据打出来 这是向回发送 向回发送 我们暂时不管 然后呢 这边是 如果这个com data等于on 我就把这个 第十三角对应的 就是这个LED灯 把它输出high 就是高电频 高电频之后就点亮 如果是off 就是低电频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输出off的话 它会不会关断 OK 这个灯关断了 那么同时这两个灯闪了一下 这个txt和rc 这是创口通讯的指示灯 这个大家不用管它 每次通讯的时候 它都会闪的 然后呢 这个操作就算完成了 然后刚才我们看到 其实它也是可以读取数据的 那么读来的就是这个o 因为我们发送的是这个off 然后再读一遍 on 这个第一个发送的就是这个on 然后呢 它这些数据都发回的 创口这个缓存区里边 这是回车 然后是off 这是我们发送的这个次负串 off和on 那么adobe呢 给我们返回的就是on rn 然后off off OK 这都读完了 那么后面再读的话就没有了 再读的话就读不出来了 因为这个数据已经返回完了 嗯 所以这个就是使用这个串口 与我们这个硬件系统的这么一个交互 我们可以给它发送命令 然后可以读取它的返回 那么因为这个地方呢 admino已经没有数据返回了 所以这个阻塞了这个读取 一直卡死在这里 所以我们也不必不必理会它 把它关掉 OK 那么这个摄像头的这个工作呢 也就到Switch了 我们按一下Q推出 OK 我把它拔出来 我又可以用我的鼠标了 坏了我的鼠标去哪 好的 那么这个 演示过程就结束了啊 这个开源硬件还是挺好用的啊 然后这个课后练习啊 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硬件基础的同学 尝试用PuIQT写一个串口调整助手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收和发码无非就是两种 然后16进制显示的话就用Python自己的这个内置模块转化一下 然后有软件基础的同学呢 尝试用PyQT写一个网络调整助手 就是TCBIP和UDP的这个 调整助手 那么这个TCBIP呢在本课中没有介绍 但是呢我觉得 有一定Python基础的同学应该是可以搞定这个事情的 然后写完之后别忘了分享EXE的网络 记住是分享EXE的网络不要把你的代码到处乱传 然后呢你直接把这个EXE分享到网络让大家收益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呢本次课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